邱維也好 部長好 部長想請教 在你的資料裡面 我也看了你的資料 你的資料裡面第一個部分就提到說 這個官兵出現發燒症狀的案例 支隊長沒有按照規定通報發燒的情形 明顯有通報不確實的不適宜 有這件事情嗎 是 那但是呢 早上 這個在主席跟支隊長這個連線的時候 他說我用生命保證絕對沒有隱匿疫情啊 那這怎麼回事 這包圍我們這個後面還在做一個確認 目前看了就是可能訊息有一些出入 是 有一些出入嘛 我們還在查證 好 那看起來 就是說你們的報告跟這個支隊長的說法 有很嚴重的落差嘛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那發燒的部分 事實上人家有通報一例嘛 是不是 支隊長說通報的一例 通報一例 那是這樣嗎 呃 公委員報告我們一定會 對啦 到底有沒有通報這件事情很重要呢 我們一定會做確認 您放心 好 這是我們查的重點 調查的重點 所以我問你喔 那通報發燒的這個狀況啦 根據這個所謂的 這個肺炎防疫措施免原傳檢驗14天聲明書嘛 是不是只要發燒 他就不適用這個免檢驗的這個狀況 這個上面就有寫啦 是的 上面其實他有 有發燒 那就不應該再適用這個免檢驗的狀況嘛 公委員報告就是說 他上面就寫了 是是是 本人 以檢視船上人員無發燒殼 受呼吸急速這個狀況的話 他必須要做這個簽署 他必須做這個簽署 那現在問題來了嘛 就是早上的時候主席也問這個問題啊 那到底是誰決定不用在 這個 這個14天 然後他就可以解散啦 那支隊長的回答就是說 我沒有這個權限啊 他說他是奉命執行啊 那他是奉誰的命執行 公委員剛才我們都有針對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希望說這個問題 讓我們 不是嘛 查清楚 我們希望查清楚 那所以你現在 你現在正在敲一個版本出來嗎 沒有沒有 你現在在調查 調查的過程之中 那大家就去串政就好了啊 去敲說啊 那這個要怎麼處理否則的話 他為什麼講話講到一半的時候 川某總把他的電話拿掉 為什麼不讓他講 公委員他那時候其實 大家都在現場都聽到說 對啊 他的情緒已經有影響了 對 那為什麼情緒會這樣影響 他奉命執行 為什麼你們不能夠說出 他到底奉誰的命 所以就搞到最後就變成是說 他要下的令 是這樣嗎 包委員我們一定會想查 而且 那你查了這麼多天 你現在還沒有辦法 告訴國人說 到底誰下令 4月15號的時候解散 明明有一個人發燒 他就不符合這樣的規定了 那你還把他下令全部解散 那到現在你還是沒有辦法說出 那個人是誰 題目就這麼簡單 你還是沒辦法講出說 到底是誰下令解散 是這樣嗎 包委員我們現在很多的主要的幹部 其實現在都在檢疫所 對 所以 那我問你嘛 你怎麼調查這件事情 你怎麼調查 因為 調查誰下令了 你怎麼調查 你告訴我調查的方法 包委員我們調查的方法 現在國防部已經成立 所以說他們有他們的 相關的這些收證 或者是人員的約談 對 所以說他必須 方法是什麼 方法是什麼 有調查方法 檢察官調查 有檢察官調查的方法 律師有調查的方法 法官有調查的方法 軍法這個法律事務司 也有調查的方法 我現在問你嘛 這個問題就非常簡單 不是嗎 調查方法就是找那個人來問 不是嗎 那到底有沒有問 那他說什麼 就這麼簡單嘛 包委員 為什麼這麼多天了 沒辦法說出說 到底誰解散了 的命令是誰下的啊 是 包委員 我是法律事務司的市長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他們現在都在 隔離檢疫當中 都在檢疫所 人有來問嗎 你有把人找來問嗎 我們當然 他現在沒有辦法出來 我們現在 那你不可以用 視訊的方式來問嗎 他們現在 我們 所以現在根本都沒有調查嘛 那我問你啊 不能說沒有調查 我們有一些 光不成立的專案小組部長 部長 那我可以問你 光不成立的專案小組 由軍政府部長張哲平擔任組長嘛 是不是 部長 沒錯 那他有任何的調查 實務的經驗 各方面 法律常識 各方面的經驗嗎 他如何調查 是 法委員 我們這個組裡面 就剛剛看到了 法律師市長 他就成員 對啊 有督察長嘛 軍醫局 政戰局 法律師 海軍相關部門啊 一個人不同的一個職長 那為什麼 你們這件事情的發生之後 都是你們自己來調查 為什麼不能夠 像慶富烈烈建案 由行政院跨部會 組成一個小組來調查 因為部長 我問你一題嘛 如果這個懲處的名單裡面 可不可能包括部長 當然可能報告委員 對啊 那如果 現在行政院 羅秉承政委 是 是 有在給我們這個整個小組做最後的審查 但是他是督導嘛 跟行政院跨部會的 這個像慶富烈烈建案一樣 是不一樣的啊 你其實非常清楚嘛 那我只要問你一題啊 如果將來部長 也有可能被懲處的話 那現在由國防部來主導 這樣的組成一個調查小組 這不是很荒謬的一件事情嗎 不是應該有一個第三方來調查嗎 怎麼會是你們在調查 而且你們在調查到最後的結果 初步的調查結果 說這個支隊長 他有這一個這個 這個發燒沒有通報的狀況 人家怎麼說 人家說我用生命保證 絕無隱匿疫情 結果你們把人家電話拿走 報告委員 我想委員有所誤會 對 行政機關本來就有對發生 是啊我知道啊 但是現在 所以說調查是我們的義務 我們當然應該對我們內部的事情 但是包括國防部長 都是可能的被調查的對象 結果現在由國防部來主成一個 專案的調查小組 那我還沒有講 你後面有一個什麼 你後面 行政院政務委員那邊 他都會有參與 那我問你嘛 你專案小組裡面還有海軍相關部門 海軍相關部門本身就是被調查的人 結果他竟然是 你的調查小組裡面的成員 他們的督察部門 他必須要提供一些相關的資料 提供資料上是被調查對象 不是調查小組的成員拜託 那個艦艇上面的人員是被調查的對象 那是被調查對象嗎 那我問你一題嘛 你如何 你有沒有去保全證據嘛 我問你 你有沒有保全證據 報委員保全證據是司法機關 他們有他們保全證據的發法 那你行政調查 連這個就醫紀錄部有沒有去扣押 有沒有去把他拿回來了 他現在傳在隔離碼頭 然後他們要做一些相關的消毒 消毒完了之後還有其他的防護 所以你的就醫紀錄部到現在還沒有 你還沒看到嘛 我們有看到的部分 那你有沒有把他扣押起來嘛 報委員 我們現在該保全的東西 所以你有保全證據嘛對不對 你有保全證據 我們有些東西已經交給CDC了 有還是沒有就好了 你有沒有保全證據 記錄已經交給CDC那邊去 那我問部長嘛 你如何防止這些軍官 高階的將領去串政 你回答我這一題就好了 你如何防止 像這些軍官 這些高層的軍官 之後呢 串政後之後結果說 好吧 那就這個支隊長還扛好了 如果防止這個調查的對象去串政 報告委員他現在沒有接受任何的強制處分 他現在只是檢疫當中 所以完全沒有 檢疫當中他的基本人權 我們不可能 我知道啊 你通通不准做任何的東西 所以那你還沒去問 我沒有去責怪你說 你沒有去把他隔離嘛 我責怪你的是說 我現在在問你的是說 你到現在都還沒去問嘛 你到現在 都不願意去問說 部分的人有問過 部分的人還沒有問完 一共有700多個人 我跟你講 那連決定 連決定這個全縣的人 到底解散人是誰 你都不去問啊 對不對 報告委員這個是確實是 早上的時候那個支隊長在現場 他在電話裡面 我的天啊 現在都已經幾號了 現在都已經幾號了 那你如何能夠讓國人相信 更何況 你之前有這麼多的 講的跟天山島的紀錄 你如何讓國人相信說 國防部去組織一個調查小組 最後這個真相會大白 部長 如何能夠讓國人可以相信 你國防部組成一個調查小組 而這個調查小組裡面 也有可能包括部長 也有可能你剛才講了嘛 也有可能懲處的人包括部長 那如何能夠讓國人相信 那行政院實際上已經有 有來參與這些調查 所以你可以同意說讓行政院 組一個跨部會的調查小組 然後讓周委員羅秉承來負責 來主責這件事情嗎 實際上已經有參與了 對啦我知道了 但現在的調查小組 就是國防部組成的嘛 是 好 謝謝 謝謝區委員 好 謝謝主席 嚴部長早上在回答本席的質詢的時候 你說下令的人是劍子部嘛 劍子部 所以你不要忘記了 好 你說下令人是劍子部 我希望還是要誠實啦 因為這個大家越說會越清楚 不要用擠牙膏式的方式 慢慢把答案才會告訴大家 誠實以對是最好的方式 好嗎 好嗎 好嗎